最近很多的朋友会问我出门带不带枪 说实话美国枪击案挺多的 然后现在入室盗窃或者是抢劫这种事越来越多了 而且觉得他们针对华人的越来越多了 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说出门都得带把枪了 如果真是要是到那种地步的话 那这地方真的就没有办法待了 那就是恐怖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从疫情以后开始以后 这种乱骂西遭的事真的越来越多了 只能说是自己保护好自己吧 其实这也与他们奇葩的这种法律有关系 比如说在加州 偷盗在盗窃在960美元以下 就是抓了也放 今天抓明天就放 所以就造成了这种这些人停而走险 就好像那灵渊垢一样 对吧 到商场里随便拿 拿完了不管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助长了这些人 法律的这个问题 有些真的很奇怪 虽然说美国的法律健全健全 但是有些法律真的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不合理 这就是为什么疫情以后这些不法的分子呀 就是趁机这样子呀 就这种人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原因 但说实话 大环境还是OK的 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也感谢一直关心在我们在海外的华人的朋友 谢谢你们的关心